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78集 退去 他有一双欲说还修的灵动毛子 年岁不大 退去婴儿肥后 少女刚刚削尖的下巴 透着我见油帘的柔弱 再过上一两年 就可以让心仪的郎君 捏着尖翘的下颌 调侃一句 小娘子 今儿你就是我的人了 妹子今年多大了 有男朋友没 加一下微信可以吗 许千在心里做了三连问 表面很冷淡 只是点头 少女鼓足勇气 弟子 弟子叫邱禅一 许 许公子 你也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对吧 听到这话 恒远大师楚元枕 以及李妙真 狭意识地看过来 华草 姑娘你太歹毒了吧 想让我当众射死 许千板着脸 我不是 啊 这个回答出乎了 邱禅一的预料 她微微张大小嘴 有些失望 那 那您真的是因为 妙真师姐和楚师兄的 情分才来的 其他弟子也看了过来 他们希望许音罗是天地会成员 而不是出于道义或情分 才出手相助 这一点很重要 我是来查案的 许千安白眼说道 查案 邱禅一歪了歪脑袋 天真无邪 我们天地会 能有什么案子啊 母猫夜里 为何连连惨叫 六寻老道 为何时常躺尸 山庄里的母猫 为何齐齐怀孕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这些算不算案子啊 许千安嘴角不自觉 多了几分笑意 我与金连道长相交莫逆 就算不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也不会是外人 白连道姑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不明白许音罗 为什么要否认自己的身份 许千安转头四顾 哎 杨千辈呢 不知道 那些江湖匹父出现后 他便消失了 杨千焕又跑哪装逼去了 许千安分析 我来此的消息 定会通过那些人传播出去 离岳石山庄不远 有一座小镇对吧 刚说话的那名弟子点头 师弟道号是 许音罗 我叫凌云 嗯 凌云师弟 拜托你一件事 你立刻乔装一番 去镇上打探情报 看看各路人马的反应 凌云小道士激动的点头 许公子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谋出僻静的角落里 杨千焕蹲在地上 指头在地面画着圈圈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首先 我要先积累足够的声望 山庄十几里外 有一个小镇 规模算不得多大 经营着一家低等勾篮 两家客栈 一家酒楼 酒楼名字叫三仙方 烧鸡 蟹黄包 梅子酒 为之三仙 炎炎夏日 来一坛冰镇梅子酒 一碟烧鹅 乃人生一大快事 近日来 无数江湖人士 蜂拥小镇 两家客栈和沟兰 都住满了人 依旧容纳不下 闻讯而来的江湖客 于是 有人便借宿在民宅 换成其他地方的百姓 可不敢接纳江湖人士 尤其家里有小媳妇的 但建州百姓对江湖人士的容忍度很高 因为建州的江湖帮派 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维护治安的责任 一些外地的江湖人到了这里 不管是龙是虎 都会收敛自己的爪牙 避免惹上武林盟这个庞然大物 也有不怕武林盟的高手 只是这样的高手 不管品性如何 都不屑去找平民百姓的麻烦 自从前去试探越式山庄的好汉们 回来后 整个小镇便陷入了沸腾 许其安来了 没错 就是那个大凤银罗许其安 才是口斩国公狗头的许其安 这消息是爆炸性的 京城距离楚州两千里之遥 楚州屠城案的消息 前几天刚传回建州 震惊了江湖和官府 这才没几天 传门中一泊云天的许银罗 竟出现在建州 你们知道吗 许银罗来越式山庄了 他竟与帝宗的叛徒相识 默阁的杨阁主宣布不参与此事 杨阁主为人正派 最好结交侠士 自然不会与许银罗争斗 我倒是好奇 你说咱们建州门派里 还会有多少人退出 若是只有默阁 那杨阁主就要笑开花了 是啊 好名声全让默阁站了 我也不参与了 许银罗一泊云天 他要守的东西 我怎么好意思抢夺 就没喝多少 人已经糊涂了是吧 就你这样的货色 许银罗一根指头捏死你 有三人正好经过客栈 把刚才的谈话一字不漏的听在耳里 这三人的组合很奇怪 走在中间的是一位白袍玉带的翩翩公子哥 面如关羽 皮囊倒是极佳 只不过那眉宇间有着浓浓的阴冷 他的身后是两个九尺高的巨人 戴着斗笠 浑身罩着黑袍 一左一右护在白衣公子哥两侧 许银也来见州了 白袍公子哥嘴角勾起阴冷的弧度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本想过段时间去会会他 没想到今儿就撞上来 这次没白凑惹呢 左边的巨汉低声说道 少主 主人说过让你不要招惹他 右边的巨汉沉默不语 白袍公子哥笑咪咪地说道 不过是纠战雀巢的小杂碎罢了 能横得了几时 小爷我有招一日 要抽他金剥他皮 敲骨西随 言语间带着自信 似乎那是早已注定的事 左边的巨汉说道 此子虽大事未成 但一身本事 绝不在少主之下 少主要明白 较兵必败的道理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右边的巨汉沉默不语 白袍公子哥不耐烦 知道了知道了 我从未小觑过他 你们两个 一个是哑巴 一个只会劝记 无趣的很 左侍和右侍是父亲安排给他的护道者 虽然烦了些 但是却是拔尖的骁勇武夫 白袍公子哥从未见他们败过 白袍公子哥摸索着玉班只悠然开口 我听说 我听说 许七安那把刀是坚政亲自练之 这次 先把他的刀夺过来 收点息 不过分吧 左边的巨汉评价 此刀锋锐无双 可与月影一较高下 少主多来倒是不错 右边巨汉沉默不语 白袍公子哥朗声孝道 走 听说三仙坊那儿在聚会 咱们去凑凑热闹 那万花楼的楼主 可是不可多得的美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